除河热缸舞 汗滴河下土 谁知盘中生 历历皆辛苦 没错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终于来到我们叔叔两两的厨房拉面了 欸 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喔 为什么拉面 会跟我所念的诗词有关系呢 没错喔 这就是象征着呢 我们这个老板对于美食的用心 不辞辛苦 也要秉持着农家的精神 将美食 真实原味 呈现到大家的眼前咯 真的好想吃喔 让我们赶快去品尝看看咯 来到这边啊 有没有看到我们满桌呈现这么美味的拉面呢 我要先来介绍我们的老板阿良 老板好 阿良好 看起来就是很高兴的 但是很厉害做事情很厉害煮东西 但是啊 你今天的种植大量比较好好的帮我们介绍 好 对对对就是 那我们做出这整个东西料理 就是用什么样的用心 来熬煮的 因为其实拉面最主要是在于汤头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汤头跟别人的物一样点在哪里 我们的汤头是由日本的工艺传授给我们 然后我们改良最适合我们台湾人吃的口味的 有調整過口味 聽說老闆還自己去找日本師傅 學這個拉麵的手藝 但是你看不出來 他其實原本之前家裡是務農的 對對對 你看沒有這個真的很愛 或是真的很喜歡的這個料理的部分 他沒辦法用心鑽研出來 我說我這麼久了 你要請吃 來來來 我要介紹這個 這就是我們自爆燈燒 這是我們店的招牌 看起來就超美味的 我喜歡用蕾豬褲鞋肉 滾3分鐘 不再用炙燒 滾烘 滾烘的肉就是這樣 這個肉啊 對 你吃看看 要先滾3分鐘 然後再下去炙燒就對了 對對對 你吃看看 好清香喔 你的肉就很油 對 很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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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剛有講到 你說那個豬腹鞋肉嗎 對 你會看到有白肉的部分 跟瘦肉的部分 可是其實 吃起來不會油膩 不會油膩 不會油膩 因為炙燒下去 它那個油會給它逼出來 這樣子 很清香 重點是 你會覺得 吃起來沒有什麼油脂的味道 對 對 要搭配我們這個 我們的玉手泡菜 然後吃那個 吃下去很脆 泡菜是不是 對 好 有點辣喔 這隻好怕辣 真的好辣喔 不是喔 因為我在 我在澄清一下 我不敢吃醬 我跟你講 它真的蠻辣的 你們應該有分大小辣 對 對 很嫩 不過我覺得 你如果拿回來煮那個 泡菜火鍋 對 我們有賣那個瓶裝的 泡菜粥 這個就是 對 所以我們如果說像這個的話 就可以 買回家自己用 然後 你要單獨這樣配也可以 對 火鍋 湯頭 海鮮麵 對 都可以 都可以耶 那你不推薦我吃麵啊 好 來 不然你可能會自己來吃 好 來 這個是特別特製的細麵嗎 對 就是乾拌麵的想法下去做的這樣子 其實 拉麵要做到這種細麵的麵 對 哇 麵不可以切斷 這樣才會長壽 對 才會長壽 用乾拌麵的 發想下去做這個麵 對 那這個醬汁呢 這個醬汁呢 這個醬汁就是我們 滷那個六小時的湯汁 跟搭配我們的特製的醬料下去 要煮的 是喔 你吃看看 它那個醬油的清淡香味啊 會跑出來耶 喔 對 而且會有那個 它雖然有 你說是用那個滷了六小時的那個肉汁嘛 可是它其實一點都不會油 喔 對 嗯 很香 而且麵很Q 這是手工麵條嗎 喔 對 對 就是我們的手工麵條 這個麵條 我相信很多 喜歡吃日本拉麵的人 一定會想來嘗試 我覺得跟我在日本吃到的口感差不多 喔 對 嗯 所以它是 這樣這樣是一個套餐 喔 對 這樣就是一個套餐 出一個套餐 然後呢就會有我們的這個泡菜 對 還有玉米筍 還有我們的那個 過貓 過貓 對 對 對 啊這個就是都用我們那個 無麻醬下去 去那個做拌醬的 自己做的嗎 對 對 你這個過頭怎麼會在油啊 啊 因為這個都一個那個阿桑 他住在那個山頂 他種很多巴拉紅的 他在巴拉紅的 這都是油漬的 他都自己在那邊慢慢 吃得出來耶 對 好嫩喔 對啊 然後所以這個呢也是沾我們的胡麻醬 喔 對 對 也是這樣 這個也滿嫩的喔 嗯 我知道 因為我很常吃玉米筍 很常吃玉米筍 嗯 低熱量 而且高營養 非常好吃 減肥的人的聖品 酥菜本身的甜味就很好吃了 嗯 那像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熬煮的那個 洛神花茶 嗯 這個就是我們吃完這套捲餐的時候 就搭配這個解膩這樣子 喔 所以泡餐裡面有附洛神花茶 這還自己煮喔 對對對 我們自己手工熬煮的 咖啡 都每天現做的 清涼又退火 好喝 酸甘甜 酸甘甜 其實不甜啦 很天然啦 真的很天然 而且喝的出來就是 純手工慢慢去熬煮出來的 因為我以前也很喜歡喝那個洛神茶 唉唷 對 那洛神茶如果你是加香精的 跟你自己熬煮的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不一樣 會差很多 甜也不是用那個湯漿的 我們是 是真正下去熬煮的這樣子 嗯 不錯 好 再來我要說一下 這是財神浮誇吧 哇 滿滿的豐富的蛋白質在這邊啦 對不對 這太浮誇了吧 可是我這個在菜單上 我沒有看到這一道 這一道就是我們隱藏版的 滿蛋拉麵 滿蛋拉麵 對對對 這樣是幾顆蛋 我那個差不多有五顆 然後對半這樣就有十 就是十個小半 漂亮不然我在旁邊這樣提起 欸 五顆耶 對對對 真厲害 愛吃蛋的我覺得倒是可以來嘗試看看 而且這個是溏心蛋喔 其實溏心蛋 你要認證說它好做嗎 也不容易 所謂何為溏心呢 就是說它裡面的蛋黃吃起來 其實就是非常的柔軟 但是呢 不會乾 也不會爛爛的 所以溏心其實不是很容易做出來的 你如果喜歡吃蛋的人啊 可以點這個 所以 顧名思義它限量版 對對對 一天幾份 我們每天差不多五份而已 五份 還好我今天有搶到這一份 雞做多 雞不太多 雞不太多 對啦 都 好吃 好幸福喔 完全你不會覺得吃到那個 有的軟是有味道嗎 對 完全不會 非常的軟嫩 你會覺得像在吃一塊豆腐 雞蛋豆腐的感覺 嗯 好吃 所以像這一碗裡面的麵體 你的麵啊 也是跟剛剛我們吃的那個拉麵 是一樣的 這個沒有 這個就是 用我們的那個 胡麻醬 跟我們一個特製醬料下去用的 胡麻醬耶 對對對 我先給你看一下 這個蛤蜊 超大顆耶 對 這蛤蜊的肉超飽滿的 你就看這招是很新鮮的 好的 因為姊姊我很喜歡吃蛤蜊 好 等一下再來吃 我們先來看這個麵 我們先來看這個麵 滿足 超滿足的 我覺得難怪為什麼日本人在吃拉麵 他會喜歡大口這樣吃 這個滿口的那個麵的清香味 就加上你剛剛那個胡麻醬 對 很香的耶 很香的齁 對 就是要有那個香 又好吃 色香味俱全 這才是我們的一個麵道 所以你們當初在發想 真的是很用心來研究 對 當然 光這個料理啊 這一道 你說滿蛋嘛 研發多久 我研發差不多半年吧 你知道半年的時間 我相信因為失敗不下100次 要把這樣的口感飢餵出來 不好就要倒掉啊 再重新再用 真的 哇 胡麻的香 航心的綿密 蛤蜊的清甜 彼此是如此的耀眼 卻又完美的交融在一起 每日限定午晚的隱藏版美食 您一定要找機會來試試喔 因為我們剛剛有介紹到它 是美食大賞嗎 對… 我們這一道料理 有得到美食大賞的獎項這樣子 真的很厲害 要得到美食大賞呢 其實不容易喔 因為你要 據我知道呢 要有很多的評審來到呢 我們的店家裡面 然後 還不是一個人說好吃就算喔 是要六個評審 喔 對… 去評鑑 好吃 口感 還有衛生 還有的那個 它的本身所熬製做出來的這個過程 對… 每一個點它都是在它的評鑑上裡面 對… 非常嚴格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很用心做出來的 不簡單 那除了這個我們還有… 炸物 對…這道是我們的黃菌魚塊 就是土豆魚塊 這樣點… 這樣點你吃看看 土豆魚喔 對… 用土豆魚再做的 土豆魚賣 沾這個… 我們的泰式天辣醬 沾泰式的喔 這是泰式的 也是自己特調嗎 對… 嗯 吃這道土豆魚有很多過的 對 有很多過的 很Q彈 很Q彈 很Q彈啦 我吃過的土豆魚沒什麼樣 對 你本來吃的土豆魚應該是沒有補粉 對啦 應該是沒有補粉 那這個有補粉 那口感比較特殊 就是比較有嚼勁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吃那種 魚裡面肉軟軟爛爛的那種 你就可以來挑戰看看 我覺得它的Q彈跟Q感是非常好吃的 對… 土豆魚啦 對… 等一下 我看到了我最喜歡的 沙豆腐 楊粗豆腐 楊粗豆腐 對 而且它下面是不是有一個 特別的醬啊 對 我要找那個有沾醬的 對 怎麼這麼好吃 整碗香的就對了 對 整碗吃 好 來 先讓大家看一下 對 酥酥脆脆的 對 對 吃到日本洋蔬豆腐 就是像這個口感 而且一定是外酥 內軟嫩 你自己吃過 我自己吃過 對 而且一定要沾到它這個醬 對… 這個醬呢 他們有沒有很特製的 來 你不要說 我吃我就知道 你裡面有什麼做的 我這麼多年行來的經驗 來喔 真的很… 你用的是雞蛋豆腐對不對 對… 對… 難道這一次挑戰會失敗嗎 我不想請用喝的 我放一些柴魚 李刷 蛤? 李刷糖嗎 李刷糖 就是二砂糖 沒有 柴魚 沒有 踢管失敗 真的 這是踢到鐵板的齁 這就是人家的秘密武器啦 哪有那麼簡單被你破解咧 來 你說好了 對 那個是… 說好吃的 對 醬油 我們有一點味淋 味淋 所以它有甜 喔 味淋的甜 對對對 所以你知道的甜 不是二砂是味淋的甜 是味淋欸 對對對 還有我們特製醬油 好 所謂的特製就是不能講的秘密 對… 對不對 既然老闆堅持不能告訴我 醬汁的秘密 那我也不勉強他囉 不過呢 這些都是我的 不能跟我搶 這個待會兒我的 待會兒再包回來了 好 這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厚切禮脊 就是炸豬排 對對對 就是炸豬排 這個醬是剛剛跟炸豆腐的醬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喔 對…所以我們的醬料用很多很廣 你先吃原味好了 對 很顛覆我的看法 所以人家常常講說 眼見也不一定微平 你一定要自己吃 因為外面看你會覺得好像就是 炸物應該會比較乾對不對 就是不會耶 而且連肉都很嫩 豬肉炸過還可以保持這個嫩度 對 真的就功夫了喔 對… 代表看起來平凡不過的炸豬排 吃起來卻相當不一般 這個啊 真的要自己吃過才懂 實在是太厲害了 真讚喔 而且我覺得起心動力很重要啦 董初 剛才有聽到你稍微介紹嗎 對… 董初有就 一方面是興趣啦 也不會說為了要賺錢 急功盡力 我們用最簡單的 我們說實在簡單的 外面你買方便的湯頭下去煮 賣錢啊 對… 可是我們不要 寧可花幾個小時來熬煮原始的蔬菜湯頭 寧可用幾個小時下去炙燒的豬肉 但是呈現出來讓每一個… 讓我們每一個觀眾 讓我們每一個來尊品嘗的 都能夠呢 很滿足的回家 對… 吃好吃飽 然後再賺飽飽 對… 謝謝我們的老闆阿良大哥 感謝你接受我們的專訪 那我們一起來囉 來 起航安來 成功 成功 久違的航安來 來到了這間滿滿日式風味的出巴拉麵 不管是店裡的裝潢 料理的風味 以及店家的熱情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來嘉義的話 一定要找時間來嘗嘗喔